大家好 我家裏有一个木瓜 冰箱也有几只雞脚 所以今天就来煲 木瓜 薇豆 花生 雞脚汤 又甜又好喝 可以健脾和胃 又可以潤肤 潤肺 最后是初秋时候喝的 喝完整个人都滋润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汤 一定不错过这段片, 在看片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 以后有新片你就不会错过了 一开始我会讲解一下各种食材的属性和它的功效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看怎样煮这个汤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 花生 微甘 盛平可以健脾和胃 润肺化痰 微斗 微甘 盛平可以泥水滲湿 健脾和胃 撞腰补腺 木瓜 微甘 盛平可以消食健胃 滋补吹雨 雪耳 微甘 淡 盛平可以滋阴润肺 是益维生津 雪耳有平民烟肺之清 有丰富的植物性胶质 有助保持皮肤的弹性和锁水 今次我用的鸡脚就是雪藏的鸡脚 之前就已经提早解冻了 还加了瘦肉进去让汤更甜 这些就是今次熬汤所需要的材料 还有详细的食谱给大家参考下 首先我们要先处理花生和微豆 因为它们需要时间泡 它的内容是可以 dead 村里用水洗净 花生雪耳内 罗尔流放2小时 如果这些块签科 才可以温icht四小时 微豆 花生煳一小时就够了 沉完之后 倒入水 这次我这只木瓜切开之后 发现里面原来都很软和熟 不过都不要紧了 都已经准备了材料了 那就用来煲汤了 木瓜去纸去皮 如果你的木瓜像我这一只 那么熟的话 比较难去皮 如果用刀去不了皮 直接用匙巾挖出来 如果大家一心想着用木瓜去煲汤的话 最好选一些不要像这只熟的 雪耳用水洗净之后浸泡它 今次这只是普通的大雪耳 浸大概15-30分钟就已经可以了 浸多久呢 视乎你雪耳的品种 千万不要超过2个小时 浸完之后 倒走水 把它剪小块 然后剪到下面 深黄色深啡色的位置 鸡脚解冬了之后 用盐搓洗一下 再用水冲洗干净 瘦肉用水洗干净之后 剪或切小块 鸡脚和瘦肉用室温水 飞一飞水 如果你怕会有些奇怪的味道 可以加点酒或姜片 一起飞水 用水 用水洗干净之后 用水洗干净就可以了 大火煮到第二条压力线 转小火煮10分钟 解压之后 加瘦肉和鸡脚 如果你的木瓜没有那么软 可以现在加进去 如果你的雪耳是比较难煮的 你可以现在加进去 下完瘦肉和鸡脚之后 大火煮到去 看到第二条压力线 转小火煮15分钟 解压之后 就可以加上木瓜和雪耳 开着盖子 大火煮多15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关火之后 可以加些盐调味 如果你是用一般煮的话 加花生微豆之后 要加多些水 大火煮滚之后 转小火煮30分钟 加瘦肉和鸡脚之后 再煮多一个小时 如果你的木瓜和雪耳 和我差不多的话 最后15分钟才下它们 如果你的木瓜不太熟 雪耳又可以耐煮的话 那你就和瘦肉和鸡脚一起煮 喝完这个汤 吃了木瓜和雪耳之后 整个人都觉得很滋润 之前一开始 我就会加木瓜一起煮 出来的汤非常甜 有点过甜 反而今次迟些才下木瓜 这个汤比较清爽一点 没有那么甜 微豆味又出一点 是另一番风味 如果喜欢淡味点的朋友 不妨可以试试这样煮 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和分享